新闻的现场 家有个吴小姐从楼梯摔了下来 造成的右手手肘骨折受伤 一开始呢国术馆民俗疗法呢 师傅帮她瞧骨 没想到瞧了三四次 受伤的手肘瘀青 肿痛甚至痛的都举不起来 后来到了医院就诊才发现 原来她只是轻微的骨折 但她瞧到了骨头都未移了 需要开刀治疗 吴小姐经过手术以后 躺在病床上休养右手手肘 只用腹具固定住 等待骨头愈合 会摔成这副模样 是因为患者从一楼的阶梯摔下来 她是觉得右手非常疼痛 不过第一时间 吴小姐没有到医院就医 反而是到国术馆做民俗疗法 她帮我推的时候就打哭 真的很痛很痛 就大概去三四四次 就好像没有效果 更重更严重 真是糟糕 没想到不瞧骨还好 一瞧却瞧出了问题 患者回家后发现 右手被瘀青肿痛 甚至痛得举不起来 吴小姐还到国术馆 共瞧了三到四次 症状都没有改善 因此到大医院就医 连最简单的生活 治理都没办法治理 就是吃饭啊 洗澡都没办法 人家去玩 我都没办法出去玩 经过医师为患者照S光发现 原来吴小姐根本就是轻微的骨折 但是经过桥骨以后 不断骨折更为严重 连骨头都移位了 这也难怪患者会越来越痛 而且整只手臂都肿起来 那一旦移位了 移位了很明显 如果位移的很厉害的话 我就必须要开刀 原本只是轻微骨折 只要打上石膏固定就好 因为一瞧造成了位移性的骨折 需要开刀接回来 医师呼吁一旦摔跤造成了骨头疼痛 切记不要乱瞧 最好尽速就医检查 以免白花了钱 又让自己受苦疼痛 记者侯国文嘉义报道